嗨 大家好 我是凱咪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眼影盘的特辑 什么样的眼影盘呢 就是九色眼影盘 如果你有出国逛街 或者是在台湾逛街 或者是有在那个网站上面逛街 你一定会发现呢 九色眼影盘呢 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那么呢 这些九色眼影盘 有的来自欧美 更大众的来自韩国 还有呢 就是来自台湾 今天我就要比较 三个地方最红的九色眼影盘 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跟分析 让你知道该选哪一盘 九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刚刚拼出一个九宫格 所以呢 它在视觉上面呢 还有这个组合上面呢 都非常的赏心悦目 那讲到九色眼影盘呢 其实凯咪最喜欢 而且呢 最早发现的 其实是来自韩国的品牌 这个是3CE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登登 3CE 是的 因为前一阵子凯咪去韩国出差 来 我就能把3CE 近期出的九色眼影盘 全部买回来了 是的 你看一下 这九色是不是超级美 变色力不太好的人会想说 啊 这不都长一样 很不一样 OK 来看一下喔 这是雾面的灰色种比较茶色 比较米肤灰色调的 很美 真的很有质感 适合白皮肤的女孩 我再拿一个对比度高一点好了 红棕 对 你看是不是一比较 就差很多 这盘呢就是比较在 有一点点粉籽跟粉橘色 还有一些香槟色的光泽 更加的清爽 对 更加的明亮的一盘 对 这一盘 看到这边有没有觉得 哇 很想买 凯咪就是在柜上 哇 看到之后就疯了 每一盘都让我就 你知道 毫不犹豫就买回来 那比较像的应该是这一盘 但是它也很不一样 这一个呢 是比较带绿的 绿金 绿塔 塔旗 然后呢 这一盘呢 就自己也说不出来 我突然词穷欸 就是比较金钟 对 比较金钟 没那么感染 这盘比较感染 这盘比较就是正统的金钟 而且比较 对 金钟 对 所以 不要这么激动 酒色眼彩盘我觉得非常完美 为什么呢 就是它的一盘酒色这样 小小的放到化妆包 随时期待都很方便 它只有一个缺点 但是这个缺点我相信 应该大家很容易都可以突破 就是它没有镜子 眼影盘里面附的刷子 你也不会用啊 你跟人家那边 哎呀 没有附刷子 没有附镜子 计较着干嘛 对吧 然后我来刷这盘给大家看 哇 他们家的粉纸 我跟你讲 没话说 来 这边 你看 好干净 好明亮 好显色 哇 是不是 看一下 很美 我这样轻轻刷一层而已 就这么服帖 这么漂亮 然后呢 像这个 全部雾面的 也好吸引人 你看这雾面的 哇 哇 你看 它雾面都做得这么的滑顺 延展度跟珠光的一样好 因为一般雾面 很容易这样一抹下来 就你知道 断断续续 然后这样不均匀 但是它的雾面 你看就是 一个字 顺 好 然后呢 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来自欧美 目前呢 最火热 最红的一个品牌 是凯咪一样在出差的时候 买到的 在Sephora买到的 他们家呢 就是之前很有名的 就是眼影 然后但是比较大盘 这一阵子出了 一系列的 酒色眼影盘 好美好漂亮 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就是Huda Huda Beauty的 你看 这个超美 那个包装 超级美 美 美 翻了 好 我来开一盒 噔噔 哇 大家有时候分不清楚 噔噔的意思 有时候噔噔是不OK 有时候噔噔是很OK 对 所以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 噔噔噔就是厉害 你看这颜色 南瓜的颜色 有没有 黄色 这个 大家一定想说 不会用 错了 我跟你讲 很多欧美人士 很能驾驭这种颜色 还有一些你知道 比较走在时尚尖端的 那个亚洲人呢 其实用这颜色 非常的美 红的 哇 你看 也是很美 珠光层次 然后雾面的一个组合 有雾面有光泽 紫色的 诶 紫色墨碑里面有紫色呢 哇 你看好美哦 真的很美 这些紫色就是完全一个 哇 性感 很性感 深邃的魅惑的感觉 对不对 再来看一下蓝色的 哇 你看 它跳了一个芥末黄 芥末绿 还有纯美蓝 纯美蓝 就蓝色就被那个 对 纯美姐 就是蒙上了一层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 还蛮常 有很多明星画蓝色的演员 都还过得去 然后就从 从那年之后就算了 好 不提了 绿色看一下 哇 这个绿好看 带有生命力的绿 我要刷红盘好了 因为现在就是红色当道 橘红 各种的红 粉丝也是 还不错 哇 美 你看 也是很显色 那讲到欧美呢 其实呢 专柜品牌 也有出 九宫格 九色的演员 像这个 迪奥 很早之前就出了 之前我就很爱用这一盘 灰咖啡 然后他们家比较特别的是 会有一个底高色 打底色 这一盘呢 是凯明很喜欢用的一个颜色 像这个是比较 比较红棕的 金棕红棕的组合盘 一样有一个打底色在这边 然后呢 还有这个灰街咖 它灰街咖是带有一点点藕籽的灰咖 叫粉肤的 然后比较像这种灰 这种真是要白皮肤的人用 这一盘 如果你肤色很干净 很白皙的话 你用这盘会超美 然后会很有气质 是的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盘 是凯明用生命去创作出来的 没错就是凯美的 异想调色颜彩盘 是的 这个火星盘呢 九种颜色 四种质地 有比较雾面的 有比较星纱的 有比较丝断的 还有这个星钻的颜色 非常的美 而且这颜色呢 就是集合了比较实用的 还有比较流行的颜色 通通都有 比较大地色系的金棕色 还有这种 敷米的 粉嫩的珊瑚色 还有呢这是比较现在流行的 比较红棕色的眼妆 最近火热上市 就是之前的询问度非常高 现在应该大家都有抢到吧 对 这一盘九色的一盘 绝对是你必须要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粉质 因为真的是没话说 我们来刷一个金红 星钻 还有这个 我最喜欢的这个雾红棕 刷它叫 你看这个 美的无法无天 美的六亲不认 很美这个 看一下 对 所以你看九宫格 九色眼影盘是不是 真的是 女孩们必备的一盘 那我现在呢 就来试色这一盘给大家看 好 这个火星盘呢 它里面有一个打底色很漂亮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 米肤的颜色 这个米肤颜色我调很久 就是它是可以做一个雾面打底的 就打完之后雾面感觉很干净 而且不会泡 它是没有珠光的柔雾色 打底最好的好帮手 或者是你要就是雾面提亮的话呢 就是很干净 它有一个轮廓色是上面中间 这一个比较灰阶的咖 这个呢其实是很多 想要画眼窝 可是又不敢太over的女生可以用 因为它的颜色就是 很自然 就像影子一样 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深邃效果 可是呢就是没有那种很重的化妆感 但是你要叠叉 它也是可以做出很明显的轮廓啦 这一个颜色也是非常的实用 因为它可以画鼻影你看 金棕色我就不多说了 金棕色就是非常实用的基本色 我今天要来试这个 我最喜欢的 除了金棕色之外呢 这个红棕也是非常非常流行 你看这个抛美的颜色 很好晕 这一盘的颜色晕染效果非常的好 检色度跟上色度呢 都非常的细致 都非常的服贴 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什么 会不会掉粉 你看那个颜色随便一晕 就是你知道一个渐层 还有啊 买这种眼影盘啊 你不要有这种心态就是 酒色怎么用得到 就是会有一两个颜色用不到 真的 可是你不觉得这一盘好像每个颜色都用得到吗 然后一样这个颜色可以画一点 下眼影 然后你看下眼影好好看哦 我再试这个 另外一个红 它的颜色很漂亮 很鲜 这些颜色都很适合做单插 也可以做叠插 像我现在其实你看 我从刚画第一颜色到现在我都用 同一支笔 因为这颜色够干净 所以你不用担心是脏 当然你讲究一点还是要换笔刷 看这个颜色 不得了 我下眼影也是可以叠一点点 然后呢 这还有一个颜色是这个蜜桃肤 这个很漂亮的颜色 我都说它是一个你知道桃花色 因为它画上去之后啊 因为非常温柔 那如果你画一些轮廓色 你想要做一点漸层跟过渡的话呢 它就很适合做那个漸层色 晕染色 蜜桃色的漸层就出现了 好来加深一下这个深的红棕 然后再用这个新钻色 这个钻石光呢 就是宇宙银河闪耀的一颗流星 你看一下哦 赶快许愿快点赶快许愿 很美对不对 太美了 画在眼头跟眼中的地方 那因为凯蜜就是眉牙眼 所以呢我眼泽 用那一双 所以我们颜色就可以画高一点 过残地方 眼头的地方 这个呢它是比较粉肤的珠光色 它也可以做叠茶 好像叠茶就更亮了 它的光是比较粉肤的亮色调 对 总之这一盘就是你可以自己玩自己叠自己 过停的做一些不同的组合 而且呢绝对不出错 颜色叠起来呢 就是完全都是可以展现出 这个眼妆的那种层次感 然后呢我决定来加一下眼头的地方 我用那个红棕 超美红棕色 既然都画成这样了 不如就来一个眼线好了 好 加那个眼线 那我用的这个也是 Type Beauty的 极限的眼线液 中段条 我只画了尾巴跟眼头 这样画法比较适合内刷 那你看一下这个火星盘 是的 这个火星盘画出来的感觉 凯蜜呢 亲身示范 亲自研发 亲自示范 你看这个颜色就是 来自火星的异想色彩 透过这种比较大地色系的金属色调 霧面的金属的丝段的 新纱的新钻的还有这种比较流行的红棕色系 我相信是很多女生呢 非常喜欢而且重点是非常实用 没有肺色的一盘 眼影盘 这个九色眼影盘 你看画出来的感觉 没有 好 那就是今天的九色眼影盘的试色 还有呢 分享 大家不要忘记了 赶快去抢购我的火星盘 如果你对3CE HUNA BEAUTY 还有迪奥的九色眼影盘 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到会上或者是上网找他们哦 那最后呢 不要忘记把这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同时一定要关注开DV 我们精彩的影片 下次再见 BYE